《红门宴》 而在当时,暴秦刚刚灭亡,天下一军分歧,各路诸侯争霸。 至深其中,并没有几个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,天下之主会在刘邦与项羽之间择一产生。 各路诸侯之中,项羽的实力无疑是最强的。 但是,从政治、舆论的角度来说,项羽并不占有优势。 但是,因为当初大家曾有约定,谁先攻入咸阳,谁就作王,而先攻入咸阳的,恰恰是刘邦,不是项羽。 项羽与秦军主力决战,虽然获胜,但是耽误了时间。 在实力最强,舆论不利的情况下,项羽在座西楚霸王,要做天下诸侯的领袖,不是主人。 他需要的,不是安定人心,争取支持,而不是急急忙忙地打击刘邦这样一个,已经表现出臣服态度的人。 而宽容刘邦,可能对其他诸侯有好的影响,原来项羽是个宽容的人,那我们都可以臣服于他。 这个观念,是项羽,也是项羽的共识,甚至是大家的共识,反对的只有范增。 而范增的理由是,佩宫居山东时,贪于财货,好累积,皆入关,财物无所取,妇女无所幸,此旗帜不带巧,无令人望其弃,皆为龙虎,成无才,此天子弃也。 急急勿施,展开全文范增当然是对的,但得出这个节目,是因为我们站在今天,已经看到了楚汉战争的结果。 而站在当时,仅仅因为刘邦财物无所取,妇女无所幸,就断定他志不在小,也太儿信了吧。 况且,志不在小的人多了去了,哪一位诸侯没有彼可取而代之,或者,大丈夫当如是的壮志。 刘邦就凭志不在小,就能成为项羽的对手吗? 至于望其弃,皆为龙虎,成无才就更玄妙了。 你说五彩就五彩,我怎么看不出来?幸亏这。 石项羽与范增感情很好,否则怀疑他与刘邦有诉求,想借伙手除掉刘邦,也是很自然的事。 总之,范增有远见,但他在项羽集团中,是少数派,如果举手表决,他肯定占不了上风,而占多数的,恐怕是项帛这一类的人。 包括项羽,在两种意见中摇摆一番,还是走向项帛一方,以至于放虎归山。 站在历史的后端,可以任意批评古人,因为你知道结局。 但是设想一下,如果项羽杀死了刘邦,也许会威慑其他起义军首领,不敢与项羽合作,甚至联合起来反对项羽。 项羽集团的覆灭,说不定比历史还早。 身为金人,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 我们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智慧,无限地嘲笑古人的愚蠢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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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